贝尼贝论的一种新解释,人类或许注定不会找到外星生命,因为我们将以一种无异但不可避连的方式将其全部抹杀。 这是来自俄罗斯国家电子技术研究大学的物理学家Alexander Eryden,在最近一项新研究中所提出的公典。 这是对贝尼贝论的一个全新,令人惊奇的简单解答。 贝尼贝论是以物理学家安里克贝尼的名字命名的。 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又是非亲手的问题,关于外星生命的存在与否,银河系中存在数十亿颗与太阳相似的恒星,其中一些还相当古老,更别墅宇宙中的其他地方。 所以,极有可能存在大量类地行星,而其中一些一定承载着智慧生命。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些智慧生命形式肯定已经发展出了星际旅行,只要它们比人类更早发展几十万年。 因此,即使一缓慢的速度,一些方民现在也应该已经完全跨越了银河系。 那么,它们都在哪里呢? 星际旅行 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解释。 我们人类没有使用正确的搜索技术,所以一直错过外星生命。 外星生命已经找到躲避我们搜索视线的方法。 所有先进的文明都在忙于倾听他人的信号,而没有人记得去播送一个信号。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宇宙中没有先进的文明。 然而,Burison不接受这些推论,因为它们会引起许多相当有争计的假设。 根据发表在学术预议网站Arxon上的文章,Burison提出了严格理性的解答。 他认为,这个贝罗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不需要有争计的假设,而就很少被提出或讨论。 然而,这个解决方案让人很难接受。 因为,这预测了我们自身文明的未来,甚至比灭绝还要糟糕。 为了得出这个相当令人举算的结论,这位物理学家理智地放弃了过去定义外星文明的大部分假设。 他表示,它们需要的是极致不变,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是生物。 机器人或分布式的行星尺度思维,最重要的是,它们刚好反足了三个标准,反直,生长,离我们足够近。 这样,我们就可以探测到它们,这一切都没问题。 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外星生命这样表现的迹象,非你被论而存在。 下面的观点让人觉得脑洞大开,甚至不寒而栗,摧毁星球。 Berry给你提出,如果第一个达到星际旅行能力的文明,必定消灭所有竞争者,以推动其自身的扩张怎么办? 但这并不是说,外星文明是好战的或残忍的,它不是想表达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会有一时的消灭其他生命形式。 最有可能的是,外星生命根本没有注意到,就像人类在建造房子时,不经意间毁掉了以我。 熟悉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小说《银河系马游指南》的读者,可能会想到类似的场景。 宇宙中一种名为为刚人的外星物种,为了给星际高速公路进出一条通道,就在不经意间毁灭了地球。 它们对地球上的生命,既不关心也没有兴趣。 在Berry给模型中,这种比较是合适的,除了有一个小小的,但重要的不同之处。 这一次,我们可能就是为刚人。 为刚人,为了得出这个结论,Berry给采用了一种更麻烦,但更重要的宇宙学原理,既然则原理。 这个想法最初是由英国建桥大学的理类物理学家布兰登塔特在1973年提出的。 他认为宇宙中的环境必须受到我们作为观察者的必要存在条件限制,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概念。 他挑战了同样重要的哥白里原理,哥白里原理主张宇宙无中心,地球和人类并不特别。 然而,Berry给将人和原理应用于费米贝伦,却成为了宇宙诅咒的工具。 他总结说,百姓生命还没有被发现只有一个原因,我们是现阶段第一个登上舞台的生命,很有可能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生命。 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费米贝伦的解决方案,我们将在宇宙中传播,监图摧毁一窝。 在问问结尾,作者补充说,他希望他的预测是错误的,唯一能找到答案的方法,是继续探索宇宙,寻找万兴生命。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